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老师 最近我还是真是觉得我进步了很多 要不说老跟您在一块 第一个我发现 其实可能是我开始意识到岁数了 我现在开始越来越喜欢看见年轻 80后 90后 我觉得一旦有一个有才的 我就觉得高兴 真的 也许我再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会嫉妒 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 真不嫉妒了 觉得有个嘉宾 像格子文采也好 也有见识 现在还是我来嫉妒 是吧 还这么年轻 就好像特高兴 再有一个 我要跟您汇报我的一个改变 就是文过则喜 我体会到了 你知道是什么吗 比如说今天的微博后头很多留言 最早我是这个 nervous 就深精致的 就是你看听人骂你啊 骂一些不好的话呀 批评你啊 就觉得啊 就是很很敏感 干脆采取的办法就是不要看 这是我以前就不看 但是后来呢 我发现我也有一个疗法 这疗法有点像这个溃疡啊 越疼你越舔 很多心理学上这个疗法 其实就是就所谓就是说 你要对什么敏感啊 那你就不妨把自己往恶了去 去接受他 对对对 去接受他 于是我就发现呢 我就看 哎 今天他骂你一个什么 明天他骂你 你看到一百个的时候 嗯 你的心他已经长老简了 就免疫了 那我得向你学习 我现在受不了 你现在受不了 我现在对这个免疫了 免疫了之后 我感觉到一种好 您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这个新节目啊 我就我就跟他讲 我说太好了 我整天看这个留言 因为啊 就是所有的人的智慧加起来 等于全知全能 就是你首先对他骂你这事 你有免疫了之后啊 你在这里边啊 后来我就说这节目你怎么能进步呢 全靠他们挑错啊 是 是 哎 今天他们说你这个片头不好 哎 那麻烦那片头改 明天他们说 哎 这个嘉宾哪句话说错了 或者说你的观点不对 不对就道歉嘛 咱这每天都有长进呢 狗叫什么狗日新 又日新 日日新 全是从他们骂你的这些里边 他沙子里边有金子 现在日本人有个话叫成长到死 哎 你看 好这个说的 所以说 这个话厉害 成长到死 成长到死 所以我也是成长过程中 是吧 哎 所以我也是成长过程中 是吧 我就感觉呢 我说受不了人身攻击 别的我都能批评 他们是能接受的 对 先要得扛得住这个人身攻击 他也受不了的 但是那不都是废话吗 如果仅仅是人身攻击 对 我看在我眼里看多了 我就觉得就像废话一样 就是那个不需要去理会 可是他确实 我有时候觉得我的脑子有点笨 但是他那么多人提意见 他有靠谱的 然后你怎么进步 比如说你写文章 你如何让自己的见解越来越厉害 其实你需要集合很多人的聪明劲 他这边给你扎一针 让你有所领悟 所以我就说真的是体会到 文过则洗 又有人提意见了 要是个好意见 我们的事业就进步 但是也有看了万年骂都没有的 他光吓唬你 是 这也有 我们传统媒体人进入新媒体时代之后 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观感 就是我们真的可以及时进步了 因为以前我们是人民日报收读者来信 那你多久插一封了 对不对 现在我一发出来之后 五秒钟之内就开始失调 沙发沙发 我是第一个留言的 然后接下来 几分钟之后他开始跟你提意见 这个呢就会让我们直接进步 所以我们自从进了这个新时代就不大胆回去 我也是 就是这种感觉 成长到死 那么 所以今天咱们又碰到一个新问题 我先问问这个王某老师 这个2017年到来了 咱们这个作家王某有新年命笔啊 什么的 您的跨年是在哪跨的 不 我就在北京啊 我在北京的雾霾中 雾霾 雾霾吧 那怎么办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王某老师刚说 他因为儿孙满堂 他要出去了 就得带一大家的出去 对啊 所以我就在 我每年就过年 我都在北京 因为我这个 就是 神丁兴旺 我要凑齐十好几个人呢 要吃饭的话 一桌不定够得两桌 哎 但您不心疼您这个子子孙孙 这个这个肺啊 这个雾霾啊 没想把他们移民到哪 不 他们也有的 有的在 他们是从国外回来和我见面的 头疼雾霾来了 我更不能走了 那 我记得您过去啊 经常讲一个这个观点 就是关于就是过阳节的 是 您看这个元旦 这个1月1号哈 我查了一下资料 这还挺有意思的 实际呢 是民国的时候 才定的 就是1912年 那个就是 是1月1号吧 辛亥革命 是 然后南京那个临时政府 那时候村中山就公布 咱们以后要过这个功利的 也些 甚至那个时候非常极端的 包括国民党政府的时候 比今天都极端的 就是一直到蒋介石啊 就查谁要过这个旧年呢 谁要过这个旧历年的春节啊 制裁 商店都必须开门 不省关门 他那个时候是那么样的推行 这个功利 那年代知识分子 也是想全盘西化的很多 是吧 对 我跟你说呀 这 节日啊 因为我在 一个人在政协的时候 整天讨论 后来我还有一个身份 是中央文史研究馆 也整天讨论 所以我对这节日 我还下了点功夫 您说新年 这是功利 对 五一 这个是国际劳动节 而且是由芝加哥工人呢 在这个 十八 十九世纪的时候 是在芝加哥的工人在十九世纪末 才有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三八 又是芝加哥 是芝加哥的妇女 在二十世纪初才有的 六一 这跟社会主义关系比较密切 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在莫斯科开的一个世界儿童的 跟儿童有关系的会议 这是社会主义阵营 不是社会主义阵营 但是它是取地 这个地点是在莫斯科 而且是为了纪念什么呢 一九四二年 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捷克 曾经有一次大量屠杀少年儿童的事件 所以把它定为国际儿童节 一九 但是呢 到现在西方很多国家还不接受 对 也有 但是也有接受的 也不限于社会主义国家 您说在那民国时期 四月四号是儿童节 而且民国时期还有比咱们啊 还干什么的 清明啊 人家改了 清明太老啊 什么祭祀烧香啊 烧纸啊 清明您才叫什么 植树节 清明是植树节 这个 反正有 所以很多的节日最初是从哪来的 咱们就已经不好说了 现在呢 它已经是一个民俗的 大部分节日都是民俗的一部分 嗯 还有俩觉得 我只提供情况啊 一个是伊朗 哦 这个西方国家宣传的伊朗 尤其是内甲德时期 嗯 是妖魔化的 是吧 可是呢 我亲自去的伊朗啊 1908年 那是零几年 我去了伊朗 我才知道 第一 每年12月25号 内甲德总统 都以伊朗总统的名义 向全世界的 尤其是伊朗本身的 很少量的 基督教徒 祝贺节日 嗯 第二 我亲眼看到的 呃 就是他不是卖那细密画的挂毯吗 细密画的挂毯 本来是伊斯兰教的味最足的 对 就是咱们有一次 您记得咱们和扎俭英在这谈 我的名字叫红 对 帕木克他又谈这个问题 但是伊朗的细密画的挂毯 有圣母圣子的徒刑 就有基督教的挂毯 哎 还有一个好玩的事 我也觉得有有趣 就是当年苏联呢 是明确的禁止一切宗教节日的 绝对不可以 苏联的那些中亚的加盟共和国 连这个古尔邦节和牺牲 这个封斋节开斋节 就叫肉资节 就是开斋节或者叫这个拉姆赞节 它都是不允许这个过的 圣诞节也不 但是您要听这 我就咱们这包袱在这 但是圣诞节呢 这个老百姓习惯太大 他想了一个招 他把它更名为纵树节 纵树 纵 纵 纵树 一个木字 一个虫字 是不是念纵吗 您给我查一下 是念纵吗 放纵的纵吗 不是放纵 放纵是烂脚丝 它是一个木字 也许是虫 应该是虫 虫 应该是虫 虫是吧 我感觉应该是 没有字典 虫树或者纵树节 这种树的节 为什么呢 咱不是都弄那么一颗血松似的 然后挂着好多灯 围着它吃玩什么的 所以你看 你不仅能看见文化之间的串 还能发现它的改变 这里的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是无神论者 这是没有问题的 共产党呢 不能说我信 我又信教 又是又信共产主义 这不行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要团结 是不是 关心这些教徒 这些信仰宗教的人 使他们能过好他们的节日 而且呢 还有一个 还要干什么呢 还要引领 这是我们 我党我国的一个说法 就引领这个宗教 能够适应 社会主义社会的 这个体制 社会主义社会的 这个方向 社会主义社会的 这个价值 因为这个 宗教我们本身呢 作为世界观 我们不接受 但是他的价值 你不能完全否定 因为他 比如他主张宽恕 在实际 起码某些时候 你要宽恕 有些事 你们不能宽恕 他主张不爱 这个我们也可以接受 主张慈悲 这都有 他一定的 在一定的程度上 都是可以 共产党也主张慈悲吗 不 他 共产党 他不是泛泛的 主张慈悲了 但是他比如说 革命的人道主义 对了 革命 您的觉悟可以 在人民日报的再说说 格子你是年轻人了 你觉得新闻 现在大家都在聊吗 说中国人现在过的节 一半以上都是阳节了 我觉得 很多人在讨论 这个文化入侵的问题 我今天特地查了一下 与宗教有关的节日 我一看吓一跳 一月份只有两三天 是没有宗教的 与宗教有关的节日 没有什么 与宗教有关的节日 大部分节日 实际上都是从宗教过来的 甚至什么呢 奥运会 最早也是个宗教节日 是奥林匹亚人去祭祀宙斯的 当年奥运会 为什么能办起来 就是因为 是宗教献金 这个事 国家是没那个钱的 直到现代奥运会 顾白旦 唱到了七八十年之后 才在亚特兰大 他第一次实现了 说我们奥运会 可以真正的筹资 还把它的这个 从宗教筹资 完全的给转换成 一个现代的运作方式 实际上我们很多节日 都是从宗教来的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 特别的去担心 这个文化入侵的问题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 要讨论文化 这个同化的问题 你看我们这个圣诞节 没错 它是耶旦节 是没错的 可是我们已经把圣诞节 过成了双十一加情人节 对 对 没错 我们的平安夜 完全不是平安的 是我们要去疯狂抢购 你平安夜 我晚上在那个东三环 打了个车 一个小时到地儿 是 所有人都出来狂欢了 等于说我们这个文化 还是有很强的一个 童话能力 或者说我们这个 世俗力量是很强的 就包容性 但是为什么就能过得起来 越过越火 我觉得是跟消费社会进入中国 而且在中国的影响 越来越大是有关系的 你会看到一个共同点 就是我们无论什么节日 商家都会把它变成节日 商家的节日 我有一天碰到一个 卖烤鱼的店 一个老板 他就说 我特别讨厌这什么圣诞节 什么各种节日 撞到周六日 为什么呢 我就希望他放在平时 因为我平时那个消费额低 他只要放平时 我那天又可以过节了 整个的消费社会 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一点恐怕是不容忽视的 这一点可能在我们这样一个 尤其是汉文化 我们说是宗教意味 可能比较低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 是一股可能更强大的力量 他就说 这个节日的开始啊 往往和宗教是有关系的 对 就是中国的节日啊 现在你也没法从他那开端来说 你清明啊 是纪念戒之推 这个端午 端午呢 是纪念屈原 这个中秋呢 还和刘伯温想的招啊 后来推翻这元朝有关系 8月15 是朱元璋的军事刘伯温 刘伯温 我们现在绝对没有人过中秋节的时候 琢磨说看看有哪个杂子需要上盘 需要绝对有没有 这就是什么 就是您说的这个 他这个节日啊 便进入生活以后啊 他就是成为民俗 对 你说咱们一说中秋节吧 一个是吃月饼 嗯 一个是摆托尔爷 是吧 现在的托尔爷也少了 所以就剩下一个吃月饼 对 但是起码还可以赏月 一说这个五月节端午呢 想的是吃粽子 当然现在又加一个龙粥 一说春节吧 咱们想的是吃饺子 这个南方是吃年糕 一说这个 这个现在掉的低一点 就是上元呢 就正月十五 是吃元宵 所以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呢 我们说这中国的节日 有时候吸引力啊 甚至于就受到阳节日的冲击 但是更重要的是 中国的节日要丰富它的文化内涵 哎 我就是想问您这个问题 对了 就是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啊 就是到了未来啊 对 这个节啊就空心了 对了 假如说不吃饺子的大年三十 对 不吃月饼的中秋节 将来会不会中国人把节过成这样呢 就就剩下一个日子了 对 你比如说那圣诞节已经说 中国人过出了一个平安国 其实西方没什么 说中国人说吃苹果 我们是叫平安夜吃苹果 然后万圣节去给仙人仿佛 对 什么事都出现了 就是我的意思 它会不会过得完全内容形式 将来就都没了 肯定 肯定的 但是呢 我就觉得呢 中国它这个 这个现在呢 需要就各方面的人事 关心增加它的文化内涵 比如春节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 但是我这个 我说了好多 在人民日报上没写过 光明日报上写过 也没什么人搭理我 是这样的 在强强三言行 呼吁一下 强强三言行 也卑鄙有人搭理 一个呢 我认为春节啊 应该变成戏曲节 每年春节的时候 中央领导啊 过去是在中南海 今天在人民大会堂 听戏 我觉得特别好 那干脆让老百姓都都听戏好不好 这可以做到 你们还爱听戏吗 您这个建议让我想到什么 你看我这岁数 实际上王宝老师 我这么说 您可能觉得非常奇怪 对我来说 春节有一个年图是看春节联欢晚会 因为打从我记事起 每年过年都在看春节联欢晚会 那可能对你来说都已经不是这样 你不觉得每况愈下 越看越没劲了吗 对 但是我还是会打开 但是我 咱们可以结合 我希望这个春晚里头增加戏曲节目 因为这戏曲呢 对咱们这个中国文化吧 也有重要的意义 对 那当然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我主张啊 中国的节日啊 我因为我是在外国的节日 这阳节日里头 我吸收到一点 就是有慈善活动 嗯 遇到节日的时候去关心 是吧 官 寡 孤 独 老 幼 是吧 残 病 你比如中阳节 我们现在是 我们现在是刚刚过那腊八节 有诗周活动 诗周 跟这个结合起来 杭州林隐私 跟我们侠客岛还合作了一下 诗周那天 啊 腊八节诗周 对 搞了一次的 旧社会都有啊 过去旧社会一到冬 冬天呢 他就开点周长 对 大善人干的事 对 我就说咱们 增加点慈善活动 说要看点戏曲 还再增加点什么 为什么你过去吃饺子很重要啊 现在吃饺子实在不重要了 是吧 您上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 超市买点速冻饺子 您天天吃 一天吃八分 吃光面面差不多 对 我觉得有些老的过法啊 他确实今天的消费社会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们过春节高兴在于哪里啊 吃肉都很少吃的肉 所以说三十吃的这顿饺子啊 是放的肉啊 甚至这饺子里边还放虾皮啊 虾米啊 是内容最好吃的一顿饺子 包括我们一年换一身 就做一身新衣服 对 过年穿新衣服 所以那个时候 你在今天你说你换什么衣服 换一身衣服 就吃什么饺子 他不能打动年轻人了 所以我就是类似的这种文化内容可以增加更多 你比如说这个端午节 咱们如果要是能和这个区元呢 更多的联系起来呢 让它变成中国的诗歌节 那就有意思了 那就有意思了 那就慢慢的起码就是有一部分文人雅士的活动吧 至少是还可以有群众的什么朗诵活动啊 什么诗配乐的活动啊 哥子你觉得这个现在还发动的起来吗 我觉得发动的起来 现在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功号叫为你读诗 几百万的关注者 说明说其实大家是对诗歌啊 对这种形而上的东西是有需求的 但是这个年代很惨的一点在于原创的东西很少 很多都是 甚至八十年代很多诗歌都已经成了经典 为什么会成经典 我们创造不出来了 我们变成了一个二手时代 我们变成了一个大规模复制的时代 王蒙老师写青春万岁 现在我们只能再去重复青春万岁 你没有创造出新东西来 小时代不算创造吗 小时代那么多的品牌堆积 我觉得这是侮辱时代 咱们去下广告 将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我觉得这个要说中华民族有什么国民性啊 我倒觉得我们有非常喜新厌旧的这一面 对对对 说得好极了 刚才我讲 就说在五四的时候 你能体会到从孙中山一直到蒋介石 他们那种多么想退 甚至要废除中医 搞得全国中医都抗疫 那梁启超西医给他都置错了地儿 他都坚决说你不要去说 对啊 他就是那个 然后那个时候强迫人不准过这个旧历春节 叫废历 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 就是这个中华民国刚开始 1912什么的 然后呢 那个时候甚至还有人就说曾经出现过什么百花齐放啊 当时有一个名士吧 写了一个对联 这特别有意思 叫男女平权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对吧 然后叫新旧合力 你过你的年 我过我的年 这个对点也好 就民国时候的 他从今就是用制裁的方式 不让人们过旧历春节 最后他发现他也做不到 于是你看就又有了元旦 春节的这个名啊 是袁世凯那个时候定下来的 那就是说咱这旧历年的这个 这个元 那个时候大年初一以前叫元旦 那从袁世凯那时候呢 就叫春节了 所以你看我们是如此喜欢 这个我也建议过 我认为做春节啊 等于咱们没有信心把它看称是年 我主张啊 就是可惜这个也是 我在光明日报上也写过 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在这个海外板上 我主张把春节叫大年 过大年 明年歌都叫过大年 一个是新年 我老师跟您约一下 春节那天我们发您这篇稿子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 还有不能管中国的这个原来的中国日历 就叫中华历 不能叫农历 更不能叫阴历 因为二十四个节气呢 都不是阴历 对 二十四个节气 它这个 现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哎 它它恰恰是这个 Sonal terms 就是这个 日头的 太阳的节点 对 因为二十四个节气都是根据太阳的位置定点 咱们其实农历是某种阴阳和力 阴阳和力太棒了 那是人类的贡献 你找不着这么好的理 对 又能知道月亮阴晴圆缺 又能够知道这个太阳这个季节到了哪一度 所以那叫中华历 这个是大年 哎 而且大年呢 要搞戏曲 是全国的戏曲节 哎 这个中央的领导在中南海或者是人民大会常看 啊 那么其他呢 在凤凰这个凤凰卫视的 对对对 这个凤凰卫视在那个大年的那一天 起码要放八个小时的戏曲节 咱就甭新年音乐会了 咱就是大年戏曲堂会 戏曲堂会 太棒了 特别棒 一个是不是 对对 农村里头去不了演员 农民自己演 我们在村口自己演 你不要有很多农民呢 对 你看咱们那个那个十一中央十一那个戏曲频道 对 很多是农民来来下海的来干嘛的呀 人家伴起来 现在吃的也饱了 生活也好了 实际上 我觉得刚才讲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上个世纪初受了这么大的一个冲击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共同的趋势 不是我们自己的 古老文明都受了西方这一波冲击 你看土耳其的国父是吧 海默尔他干脆就要求土耳其西化 可是你看呢去年这个政变之后 你看土耳其开始往回走 开始往他文明本身的一些东西走 不说对或者错 但你能看到说有一个纠正的一个效果 这好像就易经里说的那个啊 就复 复归其根 好像有这么一个循环 三峡是这样走的 没有一条指道 所以啊 而且呢 你刚才讲的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就是说 现在还有些人说呀 把这个当成文化入侵 以至于清华北大的博士 不还连名写吧 就是圣诞节 不能再这么弄下去了 你干了就是一百年前西方传教士 想干而没干到的事 好 好 好